嘿,我是阿图,今天过得好吗? 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小伙伴的提问是 怎么找老外学生,怎么教中文,在教中文前有怎样的准备 那我今天就来录一支关于在教中文前和在教中文中要做怎样准备的视频 作为一个中文家教老师,包包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让小朋友一看到就会啊,好想学中文 所以呢,我就来录一支关于这样的视频 我的包包里到底有什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这个包包是这一大款的LongChamp,我们从数量最多的开始是一些文件夹 如果在里面放了白痴,这个文件夹的材质是很光滑的 如果在上面用白板笔写上去的话,是可以用黑板擦或者抹布直接抹掉 相当于一些小白板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直接可以把答案写在这些白板上 如果是两个三个孩子一起教的话,他们写在白板效率比较高 其实有更好的替代品,替代品正在运送的过程中 我必须会带的就是这一些速分纸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PDF文档给你们 打印一下,然后速分一下,这是很好用的 对完汉语教学,国内语文教学也可以用的一些材料 这图画就是在网上找的,写上纳士,这是什么常用的 按喜连词,这个是在一般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就会问学生,这个故事里有谁在干什么?怎么样?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图片和文字?我们在对完汉语教学的时候,至少90%以上是讲中文的 学生有的时候不知道,很多老师就会第一时间用英语翻译给他们听 实际上对学生的中文提高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图片和拼音都在这里,他们就会知道,哦,老师可能要问我这个问题 那对他们的中文提高也是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是拼音比较不用的比较多的,其实这招,比如说刚开始教拼音的时候,跟学生说啊,啊,哦,哦,你可以在这个白板上找到吗? 然后有只攻击手,这个也是拼音,这是生母的拼音板,拼音板,这个我几乎不用,我不喜欢国内的应试教育,我喜欢让学生自己去找这个拼音在哪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上面有汉字的填字格,有拼音,还有汉字结构,不熟,这个是小拼音我们最喜欢做的游戏之一,速分起来的话,小拼音在上面写汉字是可以擦掉的,但是因为时间久了就擦不掉,可以用之前提到的这个透明的文件夹,我们把文件夹里面,而这个反复,是可以擦掉的,但是因为时间久了就擦不掉,可以用之前提到的这个透明的文件夹,我们把文件夹里 这个版面是所有中文的笔画,点,点的英文是什么,怎么写,direction,它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汉字里面这个点是什么样,文件夹里面我还放了这个是上课之前,在greeting以后,你们今天过怎么样,今天发生里面有一次的事情啊,以后就会给这张东西,今天是9月9号,星期节刚开始的那个question可以非常的简单,让学生慢慢的融入到中文课堂里面,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他们的母语不是中文,在中文课堂刚开始的时候就教非常难的中文,他们可能反应不过了, 反过来就会丧失他们的兴趣,反过来天气怎么样,就跟学生打招呼,那可能会忘记晴天是什么意思,画了个小太阳,读出来就可以了,又是一个文件夹,这一叠是我每堂课必用的flash card,孩子们学中文的第一堂课基本上学的都是数字,二和两是有差别的,一般学汉字,学那个量词第二节课,或者第一节课就会学到炸弹,魔鬼,星星,这些flash card在学新单词的时候非常的有用,可以做非常多的游戏, 笑脸,不开心,给母语不是中文的孩子设置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同意吗,同意,有的时候你会同意,不同意,就是用手指表示,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无聊,有没有新的东西啊,同意,不同意,开心,不开心,可以,不可以,中文没有那么好的孩子,我就看到这些图画就会想到,大概是这个意思,positive or negative,拒绝说英文或者其他的孩子们的母语,带子里面还有现在在带的孩子们在学的一些汉字,这里有好多的文件夹,这里是学生的一些attendance, 这个黄色的里面是我自己设计的performance form,如果学生表现好的话,可以给他们加星星,一些星星不是我自己剪出来的,它是有特殊的工具的,最下面是一个feedback,在期末的时候给家长孩子一个反馈他们这个学期中文学的怎么样,粉丝的文件夹里面是我给孩子们准备教材,我一般不会一整本给他们,用到那就给他们一整,上课结束的时候给他们订书记自己订起来,作为家教老师肯定要准备一份白板,这个白板比较好用的是因为它是两面,这里就可以加东西, 重头戏就是这个铅笔袋,我铅笔袋里的东西特别多,我的学生经常跟我说,miss 2 has everything,袋子里其实以前东西更多,现在我已经精简了非常多,那还是很姑姑的,我们上面会给孩子们奖励的信心都在这里,上面这个袋子打开,这里面比较恶心黏糊糊的一些东西,它是可以粘在墙壁或者白板上不留痕迹,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学生也经常问我这东西中文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到大利亚才学到这个单词,blue tag,袋子里有非常多的东西,迷你,新书记, 一定要准备各种颜色的白板笔,不同颜色的白板笔会有他们自己各自的工地,胶鼠,双面胶,小抹布,在澳洲幼儿园到小学的小朋友,他们教室里都会有公共的文具,给孩子们准备签笔,他们家可能都找不到一只铅笔出来,红笔,蓝色或者黑色的笔,当然还是橡皮材,我的东西,两个小朋友随先做游戏,经营不下来的时候,一般会有射减子布,时针久了也会觉得无聊,然后骰子,说谁最大或者最小先做,可以给他们锻炼数字,还有一本日记本,彩笔,写作业的时候 不要只用铅笔,橡皮他们会觉得很无聊,用中文告诉我你要什么颜色的笔,我就把这个笔给你们一些纸状,没有啦,我会在我的频道分享更多韩外中文老师的日常,如果你喜欢这支频的话,请给我一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或者自己收藏,学习更多的课程,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